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特别一些来到我们中间的贵宾朋友 主内平安 特别谢谢主内的福音朋友们 今天能够与我 祝福主日的崇拜 敬拜那位创造宇宙的真神 今天是我们教会的福音主日 所以我希望分享一个题目 不光是帮助我们 以及蒙恩得救的弟兄姐妹 坚定我们的信心 我更是盼望 能够借着这样的信息分享 能够让我们一些慕道的朋友们 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 我的题目是 进入不能震动的国 请问大家第一个问题 你相信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度吗 这个永恒的国度存在吗 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我们中国人常说 人死如灯灭 一死百了 但是你真的相信人死如灯灭吗 如果你不相信 人只是这样肉身死掉 就一切百了的话 我要问你下 你愿意进入这个永恒的国度吗 如何才能进入这个 不能震动永恒的国度呢 我们今天在座的基督徒 特别也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是不是生活在这个永恒的国度中呢 我们是不是尽心尽力地 活在主的面前呢 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三个大的主题 那我们今天的经文 是在诗篇十六篇八到九节 还有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 那我们先练十六章八到九节 请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自摇动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 请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 就当感恩 照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敬畏的心 侍奉神 他将东去浪涛尽 千古风流人物 这是北宋的大诗人 书是非常有名的一首诗的第一句 这首诗的全名 我们相信你大概都知道 是叫念如交 赤壁怀骨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中 《三国演义》里 描述了许许多多津津乐道的故事 有悲壮感人的英雄豪杰 也有怀才不遇壮之未深的谋士 当然也有令人不齿的小人 书是借着这一个壮观的 滚滚东西的江水 描述人世间风流人物 像江水一样 匆匆流逝 一去不复返 他也借着一种诗来感叹 人生的短暂 变化无穷 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无奈 这是非常宝贵的人生的写照 其实古往今来 我们常常有许多的人 都在追寻生命的意义 及生命的价值 很可惜我们常常在失望中 中国近代 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文学家 他写了一本书 在1933到34年写了一本书 叫《无国无民》 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 但是当时是对西方社会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借着他这本书 让西方人士能够明白到中国文化的特质 但是他写了一本更重要的书 我觉得对我们的帮助更大 他就是写的这一本《信仰之旅》 他在这一本书上写道说 我好像是一艘船 在滔滔的海洋里到处飘荡浮沉 表面上似乎是飞扬得意 到处受人欢迎 但是每到夜半独处的时候 就觉得这些称阳只是虚名 没有意义 一直等到我碰见了主 这艘船才历尽沧桑的 搏进了港口 林语堂先生在世 真的是得到很多很多的称赞 但是他更重要的 他在人生的旅途中 他寻到那一位真实的主 让他这艘超过量的船 能够进到港口 我们今天来看到我们古往今来 世人常常在心目中 认为有许多坚不可摧的事物 但是这些事情终归到无有 这些例子是不胜枚举 但是我很喜欢用圣经的例子 来举两个例子 就在圣经上清清楚楚写到这个历史 而在现在的考古学下 也证实了这一段历史 我们第一个来看的是 看看我们在你的左上角的 巴比伦城 我相信我们读历史都知道 巴比伦帝国 我们在读圣经也知道 尼布贾利沙王 巴比伦城建设得非常的美 甚至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叫空中花园 它是在号称为 古代七大奇景之一 那巴比伦王认为他建的这个城 你可以看出这个城在河边 他用一个形容说固若金汤 是认为说不可以 非常坚固 辉煌 没有人可以把它攻破的 什么是固若金汤 固若金汤 就是金属 我用金属做的铜墙铁壁 什么是这个汤呢 在中国的成语里面很有意思 它讲说 就像热水滚滚的河一样 这是一个护城河 热水滚滚一样 但事实上是它的护城河 所以在古代的历史中 人们没有像现在的科技 他们把城墙建的稳固 有护城的河来围绕这个城墙的话 他认为说 没有人能够把我 把这个城攻陷 没有人打倒我 但是 其实在我们的弹一礼书第五章 已经讲到了 他的后代的一个孙子 叫伯莎萨 他那天正在大肆地欢宴宾客 但是那时候 因为跟邻国有些争战 波斯马代的军队 已经濒临沉下了 但是波斯马代的将领非常聪明 看见这个河在那个地方 他们也不急着进攻 他们就选了这一天 然后呢 他们我想很多人都提过历史的故事 他们把 因为他这条 这个城建在 旁边 当然那一带有很多的河道 他把这个又发拉底的河道改变了 让河水就降低了 本来他们认为 我有护城河围着 谁能够进去 但是当把河水一降低的时候 这些马代波斯的军队 很容易地渡河 就来攻这个城 那一天他正在办宴会 在第五章里面讲到 他那天办宴会 他那天也很大胆地 毫不尽全地 把从尼布贾尼沙王 早期从耶路撒冷卢来的 这些 契米拿出来喝酒作乐 所以呢 神就早就预言到 他这样一个不尽全的心 他要 他要 他要失掉他的国度 也的确是 当这些军兵攻进来的时候呢 你们知道他的国就轻浮了 这么号称一个部落金汤的巴比伦城 也会这样 但是在我们《单英语》书也提到 我们在《单英语》提到 有一位非常伟大的 亚利三大 他是号称天下的单脚独角山羊 表示他非常的勇猛 在《单英语》里面展合 跨越了欧亚非三大洲 但是就在他登峰造极的时候 他突然离开人世 他的帝国很快地就被四个将领给分割了 人常常是认为以自我为中心 不敬畏宇宙的创造者 至高至大 因此庞大的帝国 也可以因为个人的自私而毁于一代 古往今来 文明兴衰 王朝更毅 一代过去又一代来 在千万变化的世界历史中 其实神的救赎 是真正的主轴 科技的确是带给我们今天很多很多的方便 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便的交通 交通的发达 电脑的自动化 快速的运算 讲到今天最流行的AI 讲到我们的电讯的无远附近 每一个人都有手机 但这些都助长了我们现代人 自由主义的享乐生活 追求物质的文明 远超过任何一个时代 许多富有的国家财团 资历在赚更多的金钱 智力在建造一个理想的城市 大的就像到了太空中心去探险 建造太空火箭 小的就像不时地提出 要建设一个理想的城市 非常有理想 建设一个理想的城市 但是呢 往往造成了摩天大楼的高度竞赛 似乎在炫耀自己的实力 我相信不管在亚洲 台湾 在中国大楼 在国内 在中东 在世界各地 在纽约 都有很多的摩天大楼 但是 你愿意住在这个摩天大楼里面吗 我们最高的一个大楼 就是在Dubai 杜拜的叫火炬塔 它叫Torch Tower 你们知道它发生过 在五年内发生过多少次火灾吗 三次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曾经看了一个电影 就是摩天大楼大火 把我感受到说 住在摩天大楼里面真不好 但这个呢 现实发生了 在这个 你如果说去查Google 绝对可以查到 2015年8月 2015年2月 发生了一次大火 从50楼到50一楼开始往上燃烧的 到了2017年 这个大楼还在修复中 它又发生了大火 那个照片看见2017年是两处的火苗 所以你真的是看到胆战心惊 但是不要忘了 2019年1月 它们又发生了一次火灾 这个火灾比较小 所以以我是土木工程师而言 我真的不建议大家住在摩天大楼里面 我们也知道人类的竞赛 我们不断在建造 国内的经济发展非常的迅速 几个大城不管上海 北京 深圳 都有超过500尺以上的大楼 这个 这个 九拜这个大楼是号称1107尺 330几公米 但是我想很快的 也许就会被一些人 无知地以为建造高楼的好处要超过了 那更是我想跟大家提到一个 我们都不会忘怀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这个铁达尼号 Titanic 它发生在4月10号 这是一个世界当时是最大的豪华游轮 它从英国首次起航 有人曾高傲地说 这个轮船是绝对不会沉没的 但是你们知道吗 五天以后就碰上了冰山 而死了多少人 1517人 更无知的 更可惜的是 其实这个航道上是有很多其他的客人在经过 你们可以查历史的故事 就在这个撞冰山的前几个小时 船子不断地用电报警告船长 冰山来了 冰山往南移 冰山来在那些航道附近 需要改变航线 但是船上这些掌控的人员 非常自大 高傲和无知 就造成了人类文明史上非常可悲 可悲而可以避免的一个悲剧 这个事情发生在1912年 我们现在是2019年 不过是一百年前的事 其实真的是千年如一日 非常短暂 但从这件事情看起来 我们有时候是不是太至高至大了 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可以克服一切 我想不光是我们提出了铁达尼号的事情 大家还记得我们提到我们教会的短宣队 现在日本帮助当地的困苦的日本人民 2011年就在八年前 3月11号在日本发生了九级地震 引起广泛的破坏 建造坚固的核能电厂也能 导致了核泄漏 日本人在防震灾方面 做的是全世界最好的 他在周围建了很多很多的堤防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海啸高过 远超过高过的设计 我们以土木工程师 我们都有一个设计标准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 会有这么大的地震 这么大的海啸 结果海浪毫不留情地 向内陆推展了四公里 往后的结果 我相信弟兄姐妹都知道 全世界每天都有一次地震发生 建筑物摇摇晃晃 我们好像在那个船子一样 SARS间也可能像玩具一样 就崩溃倒塌 瓦砾片片 公路桥梁都被扭曲 这些柔常寸断的景象 其实在我们记忆中都蛮新的 这不过是每一次强震 所带来灾害的翻版 尽管现代的科技进步 仍然无法预测地震的发生 人们尽最大的努力 寻求安稳的环境 但是很可能 就是一次的震动 许多人毕生的心血 甚至宝贵 不堪一击销毁殆尽 其实不是地震 不止地震 还有台风 水灾 旱灾 不时的肆虐 肆虐我们的社会 在人类社会中 还有政治 经济 交通 军事 各方面也都是动荡不安 人心惶惶 地上真是有苦难 外在的天灾人祸 风灾地震 战争不断 内在的 人心不古 争权夺 能害己 似乎实在让我们 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但是 亲爱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灰心丧胆 虽然人的潜意充满了未知数 看似悲观的 但是感谢神 很早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 不能震动的国 不能毁坏的国度 西伯来书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 十二章二十八节说 告诉我们说 确实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 你们是可以得到的 你们是可以进入的 所有相信 永恒悔改的人 都领受的是一个 不能震动的国 并且我们要住在 这个不能震动的国中间 天地宇宙其实都是被造的 就是不正当 也会渐渐地毁坏 但是神这位宇宙的创造者 祂赐给人一个 不能震动的国 这个国不是物质的 乃是神圣的 乃是属天的 乃是永远的 这是永恒的神 在我们中间的 这个属神的国度 其实在神创造宇宙就开始了 只是可惜 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 受撒旦的引诱 听从神的话 被神赶出了一点远 这个故事我们大概都知道一些 与神隔离 就不再能够与神同在 使我们有了破口 在世上生活会受到撒旦的引诱 不能活在圣洁的国度里 但是神是怜悯的神 祂仍然为我们预备了 怜悯和拯救 他拣选了亚伯拉罕 和专心愿意遵循 神旨意亚伯拉罕的子孙 为选民 为代表 在旧约摩西的时代 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 要以色列这些选民 这些代表 遵守神的律法 能做世上万国万族的榜样 尽心 尽意 尽力 爱神 侍奉神 做神的子民 活在神的国度中 在新约的时代 神让祂的爱子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赎了我们的罪 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蒙恩德救了我们 已经在被迁到这个爱子的国度里 所以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说 神拯救我们的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入祂爱子的国里 这个经文 我们可以从一个国度 就是撒旦黑暗的国度 迁到另外一个国度 就是神爱子的国度 这个国度是何等值得我们珍惜 何等值得我们追求 其实这个国度就是神自己的国度 神掌权的国度 就是神自己要让耶稣基督 进到我们里面 做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能够凭着自己的生命 超过自己所不能超过的软弱跟有限 特别在世上我们有很多的罪的引诱 神的一个仁爱 光明 公义 和甚别的生活 这样一个国度 其本质是神自己 根基是耶稣基督 这个国度不是彰显人自己 不像我们建的摩天大楼 这个国度来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是不能震动的 并且与神是永远长存的 我们必须要承认 我们在世上的生活 我们应该是要有意义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活是短暂的客旅 我们常常说人生如旅途 但是不要忘了 在我们的生命中 却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 操练生命的一部分 地上的国 地上的生命不是我们的全部 我们应该认识到永恒的生命 以那位创造我们的神为我们的中心 在世上虽然是寄居的客旅 但是不要讲一句很重要的话 也是唯一能与这永生的神 重新建立关系 重新和好的重要的一个时段 的确请我们都要正视 我们在世上的生命 这是唯一我们能与永生的神 重新和好的重要部分 不朽的生命是永远存在的 祂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在跟随祂的人心中 耶稣基督祂是永恒的主宰 这个神的国度 不能震动的国已经存在了 因为在每一个世代中 都有蒙神连续 愿意悔改遵循神旨意的选民 进到这个国度中 属神的国度中 让世人逐渐地明白 看见神的救赎的计划 看见神的旨意 今天最重要的 我们要成为一员 你必须要与神建立 像好朋友一样的关系 神的国度是应该由神来掌权 是属神的国度 你必须在你的生命中彰显出 神的主权在你身上 你必须要让神在你生命中做主 你必须要经历祂的慈爱 你能够感受到祂多么地珍惜你 神多么地爱你 你必须要热切地渴慕那位造你的主 让我们用大卫的例子来看一看 他是如何地做了一个好的榜样 让我们能够热切地渴慕主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十六章八到九节 在前面五到六节 不过这个经文 我们号称是一首非常值得珍惜的经诗 是非常有名的诗篇 是一首很有难度深度的诗篇 难度是因为它很难解释 深度是世人胜过一切的死亡 面对神的确信 想想这篇诗篇在什么时候写的 如果你看上一篇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悲众的愤 我所得的你为我吃手 用神丈量给我的地界 坐落在加美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你说这一段你可想而知 这是一个充满感恩的人写出来的话 我们猜测这一位写诗的人 神对他一定非常好 他的一生蒙受神各样的祝福 神的确是一生给大卫很多的祝福 但是如果你想 大卫是得天独厚的君王 所以他在神面写出这样的喜乐的诗篇 因为大卫特别在写今世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都是在落难中 不得意的时候 诗篇十六篇 还有诗篇五十六篇到六十篇 总共有五篇的诗篇 都是大卫的金诗 都是在大卫非常有艰难的时候 什么是金诗呢 金诗就是说 在苦难中而生出如金子一般珍贵的信心 是有明科的意思 像明科在心一样的宝贵 那么大卫他在困难的时候 他有这样的诗篇 他有这样的祷告 这样的赞美 实在是被神所喜悦的 蒙神应许的 是非常非常珍贵 像黄金一样 那有些人也许 在从另外一个角度 觉得金诗是有遮盖的意思 这是有些人的解释 但不管如何 大卫写这个金诗 他是在困难中写的 他能够真正地感受到 在困难中唯一得救的秘诀 是回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讲了诗篇二十七篇 第一节说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是我的拯救 我还怕谁呢 他是我性命的保障 我还拒谁呢 有一件事 我尘求耶和华 我仍然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瞻仰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里求问 表示他愿意与神永远地亲近 因为在遭遇患难的时候 他必暗暗地保守我 在他的庭子里 他要把我藏在 他藏物的隐秘处 告识到他在困难时上 这是大卫给我们做的一个榜样 所以问题是 我们今天要如何地 来把神摆在我们面前 其实很简单 诗篇中心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把神 当作我们的罪爱 我们的一切 意思就是说 神会成为我们的自保 自爱 唯一依靠的对象 也就是我们心中要常常有主 常常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所以这一篇诗篇的第二节 清楚地写到说 我的心啊 李承对耶和华说 我的主 我的好 这一句话就表明了 大卫何等的凡事的 愿意把主当作 他的罪爱 自保 第二件事我们要学的就是 神是我们的引导 我们知道把神摆在我面前 摆在我右边 就是愿意凡事 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 即使在困难环境中 求神来引导 大卫为我们摆出这个道路和模式 岂不是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模式 应该学习大卫的顺服和信靠吗 我相信我们的父亲 非常地感动 非常感受这一句 但是我要鼓励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 特别是弟兄 你愿意在神面前宣告 说 主啊 你是我的至宝 我的至爱 我愿意求你来引导我 你可以知道你所带下的祝福 在你身上 在你的家中 我们信神的话 我们相信神的引导 由圣灵来充满我们 并不是表示说 我们生活中不会遇到艰难的环境 但是呢 我们要将我们的神 永远地放在我们的身上 在惊涛骇浪中 虽然会有担忧与害怕 但是却不会让任何人 任何事夺去你心中 那一份向神坚定的信靠 也因为这样 你向世人证明 你是活在这个不能震动的国中 对于圣经对于国度 有许多不同的称呼 比方说 马太福音讲的 用天国这个字 其他福音讲神国 神的国 基督的国 尼赛亚和我主 我主基督的国 西伯来书十二章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二十八节说 我们既得了这不能震动的国 特别是指我们在新约旧恩的时代里 神借着祂的儿子 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国度 在希伯来书里面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字 叫做不能震动的国 更多地描述了这个国度 在信息中我们看见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这个国度是不能震动的 这个国度不是属于天 也不是属于这个宇宙所讲的地 不是属于地 也不是属于这个宇宙所讲的天 这是很强有力的话 神既然是永远的不毁灭的 神的国也是永远存在的 是永恒的 希伯来书在 就在我们读的二十八节之前的二十七节提到 所有受造之物 这世界和世上的情境都要过去 都要被震动 因为天地宇宙都是被造的 就是不震动也会 不动荡也会渐渐地凶 但是到了二十八节说 唯有蒙神所救赎的圣徒 有一个荣耀的盼望 就是要承受那不能震动的国 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 但在主里 在耶稣里有平安 耶稣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家乡 主为我们预备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 这个国不是属于物质的 乃是神圣的 属天永远的 这个国是不能朽坏的 在神里面的 我们在希伯来书 我们读到非常多的信心的伟人 特别是希伯来书十一章 整篇描述 旧约古代的圣徒们 他们在不同的年代 面对不同的挑战和艰难 但是他们持有同样的指望和信心 他们仰望那一座有根有际的城 那个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所以呢 在地上是客履 是寄居的 我们在这里本来就没有长存的神 但是我们要寻求将来的城 这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四节 不过呢 我这边要跟大家弟兄弟分享一下 我们所说的 信仲的国 不仅仅是一个来世的盼望 也不仅仅是一个心灵的安慰 它是一个已然的事实 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二十二节就说 你们来到西安山 永生神的诚意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就指这些蒙人得意的信徒 这个来到在希伯来的意识中 在希腊文的意识中是完成的时代 表示一件事情在过去发生 结果与状态一直持续到现在 所以我们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来认识一个不能争的国 是实实际际的 是站在西安山永生神的诚意 站在神的圣城里面 我们承受那不能争动的国 我们要注意 我们在基督里那不能争动的国 在现实生活中是要透过接受福音 还有我们在教会中写明出来的 所以这个不能争动的国 虽然完全地完成 在天上才能完全地呈现 但是现在我们在实际上有教会生活 就是持续地变国的过程中 那我们今天就要问一些在座的亲爱的朋友们 我怎样才能进到这个国中 其实这个国的路就是要你要 进去的路就是你要能够重生 什么是重生的意思 重生就是说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 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在实际上有试下的救恩 接受祂到我的里面 试给我一个新的生命 我把我的过去的犯罪的生命都脱离 脱去 做一个新造的人 重新来到神的面前 重新在神的国度中生活 这就是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道路 神拯救我们是要叫我们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 就是魔鬼的权势 所以我们被拯救人是被牵到一个爱子的国度里面 这个爱子的国度就是神的国 不能震动的国 我很喜欢一首诗歌叫《我宁愿有耶稣》 我每一次唱到第二节就心中深深受感动 因为在第二节的后半呢 他说我宁愿有耶稣 胜过做君王 虽然统治万邦 却仍然受罪恶的捆绑 你既知道今天的国王或是总裁 或是我们今天的总统 他仍然受罪恶的捆绑吗 所以在二十大战后 罗斯福总统邀请了英国的女王来做客 席间呢请了一个印第安人的弟兄 印第安人的声音非常雄壮 他就献了这首诗歌说 我宁愿要耶稣 当他最后唱到 我宁愿要耶稣胜过做君王的时候 这位英国女王站起来说 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 今天我们的朋友们 不管你在生命中得到了多少的身份 也许在某一个协会 你有多少的学校 多少的荣誉学位 多少的成就 其实都不重要 这些都会过去的 最重要的 有没有一个进入神国的身份 这是我们今天真的需要好好思想的一件事情 所以神的国度呢 我要跟大家再多分享一点 我们也知道这个国度呢 虽然有许多不同的名称 但是让我们知道国度不是物质的 是神圣 是属天 是永远的 还有呢 这个国度就是神自己 是耶稣基督自己在我们心里面 与我们同在 这个国度不是彰显人自己 在世上常常让我们失望 因为人一有权力的时候 就要炫耀他自己 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 我们都是彰显神的荣耀 我们每一位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说 主啊 愿你得到最大的荣耀 所以你要知道 这是一个最美的国度 让我们愿意 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重生得救 就可以进到这个国度里面 并且要有一个把握 我们信了主 接受这个救恩 我们就在持续地进到这个国度的过程中 这是我需要跟弟兄姐妹有一点提醒的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应该有一些反应 我们蒙受了这么大的救恩 我们应该怎么样对我们 我们要怎么样活在这个国度中 我们不能够被世人所讥笑说 哎呀 你们基督徒 看起来没有跟我们 No 我们是属天的子民 我们应该要有不同的身份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特别首先 我们要存一个感恩的心 因为知道 我们得了这种圣动的国 我们就需要在奔跑天路上 我们有时候会疲倦 我们有时候会有我们下垂的手 发酸的腿 但是我们要挺起来 要面对这个宝贵的应许 应该要大大的感恩 我们应该要常常地喜乐 而不是陷在忧愁跟埋怨中 这个喜乐应该是 是我们的子民的一个见证跟福分 我们必须要喜乐 才能够为主而活的力量 所以我很喜欢在 以西米书中的八章十节说 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是我们的力量 愿主以他这样奇妙的应许 一直忽畏我们的心怀意念 其实我们对这样得到一场白白的旧恩 我们是一点都没有功劳的 所以我们更是应该是要 存着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 那我们应该有没有应该 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人 何等不配的人 但是蒙了这个旧恩 我们今天得到一个新的身份 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 那招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这是一节是我们过去三个月 许牧师在介绍神的国度的时候 圣洁的国度的时候 一直介绍给我们的 今天我们进到这个 不能正宗的国度中 神要用神所喜悦的 要用敬虔敬畏的心来侍奉神 不是照着自己的意识侍奉神 侍奉神是我们应当的 但是呢 我们应该要按照讨神喜悦 并且要非常能够愿意 诚实来到神面前来侍奉神 感谢主 我们今天在侍奉神道路上 我们不光是在教会里要侍奉神 我们事实上 我们应该也可以在 很多事实上的事情上 我们应该来学习 为主的国度作业 我们盟主的护照 我们应该专心地注重在永恒里面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会不断地看到 暂时跟永恒之间的冲突 那么世界对我们的试探 就像敌人攻击我们一样 不断地要耗尽我们在世上的生命 和那些要过去的资源 但是神的灵 借着圣灵呼召我们要专注 愿意我们一生专注在神的事工 神的永恒的国度上面 感谢了神 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已经得到了 这一个不能震动的国 但我们不要轻看 所以我们要接受 愿意面对很多的艰难和挑战 这些都是值得的 当你看见这个荣耀的时候 你就会欢喜 我们更肩负一个伟大 很重要的使命 就是要帮助更多的人 进入这个不能震动的国中 像许许多多伟大的宣教士一样 我非常地受感动 当看到戴德森 他一生为我们中国奉献的事情 2004年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了这本书 叫做《带着爱来中国的书》 编辑在书中的序言是这样写到 这是一本写于一个世纪前的著作 英国一生戴德森来到中国 带来了西方的基督教 在东方大地上 他将东西文化汇集了 这是一个从世界的角度上 写对他的战域 但是我们更从属灵的词字上 我们知道 戴德森在中国服侍五十年 他动员了六百多位西方的同工 一千多位中国的同工 像十二省的中国人民 在那个时代 为了蓝蓝的语 不分贫富 让中国人读书的或是文盲 都能够接受福音 他和他的同工努力建立他的福 包括医疗服事 四字的工作 教育的工作 贫瘠社会上的不该有的罪恶 如鸦片 如吸毒 如驴子残毒 甚至连 弃掉刚生下的驴因这些坏的习惯 他们盼望把尊严 生命 甚至带给一些少数的民族 这些都是爱的果实 难怪我们说 这个北京人民日报的序言说 他是带着爱来中国 但是我们都非常清楚记住一句话 就是他在二十七岁的时候 曾试图写信给他的妹妹 来到中国一起服侍 心上说 这一句话我们都很熟 他说假如我有千磅阴金 中国可以全数 假如我有千条性命 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不 不是中国 乃是基督 我们过去我们读到的就是到了 没有一条 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但是后面这句话更有意义 因为他是一个属神的人 他知道神有极大的爱 神的国度里面要许许多多的中国人 进到神的国度 神自己非常渴慕 我们中国的同胞 能够进到他的永恒 不能这么多的国度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来再看这一段 他写的 他说不是中国 但是基督 基督爱我们 盼望能够震动我们的心 亲爱的朋友 你愿意进到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度中吗 国度是跟生命有关的 就像我们有人的生命就有份于人的国度 不管今天属于哪一个国旗 但是呢 你如果要有份于神的国 你必须要接受神的生命 不管你行为是多么的高尚 你的教育程度多高 神的国度也很羡慕 就像我刚刚讲的 不管你有多少的身份 但是希望你不要忘记了 有一个身份 特别的重要 是今生 只有在今生可以得到的 千万不要拖延 我想我们在过去 当我们跟我们的福音朋友们 介绍我们福音的时候 我们都喜欢用最简单的 四福音的定律来跟大家介绍 今天我们人类的败坏的形象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知道我们身上都带着罪 这个是没有办法可以推回的 亏欠了神的荣耀 没有办法推回 但是呢 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罪的阻隔 使我们离开了神的永生的国度 我们就不再在神 那个不能震动永恒的国度里面 但是我们知道 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恩的道路 当我们从旧约 神把祂的律法 让这些选民 以色列选民能够照着遵循 作为世人的表率 更到今天到新约的时代 主耶稣自己亲自来 主耶稣亲自做了我们的救主 祂在实际上承担了 知道我们的不省无能为力 祂在十字架上亲自承担了我们的罪 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主 就像一个父亲看着小孩一样 你不能做了 我来为你承担 主耶稣承担了我们身上所有的罪孽 祂只希望我们有一个重新的道路 重新的开始 祂没有责怪我们 祂盼望只是你心中愿意打开心门 你自己承认你的罪 你愿意听到这个福音的信息说 主耶稣是我生命的救主 知道圣经神的话讲到了 主耶稣按照父神的旨意 来到世间承担我们一切罪 但第三天祂复活升天了 如今坐在父神的右边 祂看着我们每一位 这么一样白白的恩典 远比你花上十年寒窗苦读 谁要得的 其实更容易得到 但是就在于你的心愿意打开 今天当你听到这样一个福音的时候呢 我拍摄了一个好好的思索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我也说过 其实我们人生像旅途 你也不能够预测往后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希望我们活在平安的环境中 但是我们要把握时机 这一生是我们能够与神和好的机会 这一生神给我们的虽然短 但是要我们能够学习接受祂的生命 有一个改变的生命 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 长久地持续下去到永恩里面 我非常地感谢主 特别是当我们蒙恩得救的 我们在主面前 我们真的是要常常地学习来遵行神的旨意 我们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夸的 但是呢 我们也真的是要带一个负担 为我们所有在座的福音朋友 亲朋好友 他们还没有认识主的 我们真的是要向他们传扬这个 让我们都同样地能够带着这样的负担 走我们前面的道路 请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 天父感谢你 你的慈爱达于诸天 你的信实高过穷昌 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 我们都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 当我们今天来学习认识你的国度的时候 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 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 让我们先求你的义 主啊我们今天在座有一些福音的朋友 我们平常对他们非常关心 我们也非常谢谢主 他们一直愿意来到教会中 今天在这个机会里面 主你向他们说话 不是靠着我们的言语 能够打动他们的心 来是主你自己的亲自向他们说话 主啊你的灵亲自感动他们 让他们知道 他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 但是他们都能够得到一个拯救的道路 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实驾 回到这个永不振动的国度里面 回到这个永恒的国度里面 主啊就是这么 主啊让我们的朋友知道 就是这么单纯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我们真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接受你 主啊再一次感谢你 让我们今天早上 能够看见不光是 让我们的福音朋友认识你的国度 让我们弟兄姐妹 深深地存在感恩的心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能的不配 但是我们领受这个不能振动的国 让我们知道 让主喜悦的心 用敬情和诚实来侍奉主 让我们能够圣洁的来侍奉主 谢谢主 以上祷告封号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